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 这些众的权威的学术刊物上边 都发表过文章 也获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景象 我看到还大大小小 比如说今天 我看到在天津文学院 也是天津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是吧 对对 昨天我们搞的活动 文学批评这方面 对就是说 卢仁老师 其实他的学术兴趣 非常的广泛 除了说在心思这一块的研究之外 他非常喜欢旅行 所以有一些旅行的一些水笔 这些文也写得非常的出色 除了诗歌的研究以外 水笔 然后其他的这种小说方面的研究 也非常的令人瞩目 那今天呢 就是卢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讲座的题目 也非常让人期待 这个城市文化与中国心思 而且呢 就是原来卢仁老师给的题目呢 不是这个题目 对对对对 最近呢 他才重新调整过来 所以这个 就是说定下这个题目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说明就是卢仁老师对这个 我们这个讲座非常重视 所以一直在琢磨 一直在想要一个最好的一个角度 最佳的这种思考的成果呢 呈现给我们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这个活动 是我们第三届福建师大 现代汉师学术乐的第一场 就是我们其实呢 全年都不间断的 有邀请一些专家来做讲座 但是呢 我们这个现代汉师学术乐 它原来是学术州 第一届是学术州 后边这两届是学术乐 它变成是说我们常设的 这样一个在11月12月份的 这样一个活动 我们今天是学术乐的第一场 那陆生教授来打投这个题目 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的 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 也跟我一样很期待 因为今天不是有校外的一些朋友 给我发信息 想要密码 那当然我们实际上呢 这种线上的那个 我们也是欢迎学术的同行 或者说一些相近专业的同学来关注 但是所以设密 只是因为说我们开这种线上讲座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有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些 破坏的或捣乱的 至少是骚扰的 就是来这里边推销啊 或怎么样 就突然就显得很不妙 所以呢我们还是会稍稍设一个那个 但是如果就是我们接下来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朋友如果继续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公号 然后以各种方式跟我们联系吧 我们会就是说这种私下给大家提供这个密码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我们就那个剩下的这个时间呢 交给我们卢生老师 这个城市文化与中国心思 这是一个非常宏观 同时呢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那我们有请卢生老师 好的好的 谢谢裴浩兄 感谢裴浩教授的邀请 能够参加咱们福建师范文学院 谢谢汉师学术乐的活动 也包括可以看到是咱们学校的 科技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确实当我看到福建师大 裴浩教授这边要把以汉师为名义 做一个学术乐的时候 我个人是非常震惊的 因为你这个学术乐并不是说 每周安排一个活动 安排四次活动 就把这个乐给搞过去了 一个讲座非常的密集 包括下一周要在福州 在厦门搞系列的这种 关于中国新时 现代汉师的研讨活动 还有一系列的这方面的诗集 还有一些发布这种鉴赏的评论的活动 我觉得咱们文学校 包括现在汉师中心 真的是为这个中国新师 和当代之够发展 做了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铺路的作用 而我能够被裴浩教授邀请做 今天这个与大家分享的讲座 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自己个人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那么现在我都跟大家来进行一下 分享 稍等一下 我把我做一下这个 通向屏幕 裴浩熊 我的声音就是你那边听怎么样 感觉 非常清楚 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我今天换一个外接麦克风 我也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参加参会的这些朋友 就是因为我们以往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嘉宾在专家在讲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同学会不小心的 把这个麦给打开 那会干扰 所以我们这个听会 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修养 就是说要记得把自己的这个麦给关掉 会不会产生干扰 好 这个路正兄 你开始 好的 正如刚才 裴浩教授所说 本来想跟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 进行分享汇报的题目呢 是想谈一谈最亲啊 也是由裴浩兄等几位理论家 提出的一个概念 一个写作的项目 就是新南方写作 但是后来呢 自己一想 这是一篇文章 可能不日 大家可以看到文章 我们再进行讨论 可以 同时还是因为文章当中呢 涉及的一些文本 包括小说呀 诗歌呀 不见得每个同学 都非常的熟悉 你要是研究这一段 可能会了解 但是如果不研究 这个南方的视觉的文本 可能就有一些 陌生感 所以我自己 又经过了一番思考 还是想换一个题目 就是谈一谈 城市文化 与中国新师 他们的关系 以及城市文化 这样的一种因素 对百年中国新师建构 它所产生的 文化的影响 这实际上呢 也是我2009年 就是博士答辩的时候 几乎是论文的题目 当然题目比较更加的长一些 那研究的话题呢 就是百年以来 中国新师当中的 城市书写 当时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就06年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诗歌界 专门研究城市诗歌的学者 也有不少 我们尊敬的吴思敬先生 包括谢缅老师 谢缅先生 都有关于城市诗歌 或城市书写方面的 重要的论述和观点 但是这种比较相对篇幅大一些的 以宏观的百年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这种研究相对还没有过 当时我跟我的导师 罗珍亚教授商量之后呢 他认为可以做 就是把以城市书写 作为一个问题意识 把百年新师呢 通过这样一个观念 串联起来 后来就形成我的论文 就是《现在中国诗歌》中的 城市书写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 汇报的题目呢 也就是百年新师当中 城市书写 一个基本发展的路 这些流变的过程 就是目前让大家 通过我们这个分享呢 来了解一下 我们新师当中 其实涉及城市的话题 是非常多的 而且这些话题 在百年当中 在新师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表现出了 与当时的整个新师界 新师理论 新师时非常强的 一种呼应的关系 那么把它作为一个线索 也可以串联起 很多新师研究中的问题 到今天还是应该有 一定的延伸 和对未来视学的激发作用的 所以我的副要题是 新师研究的一个视角 从城市的角度来 走进新师 实际上咱们 无论是城市也好 还是乡土也好 不光是我一个人 这种感觉 那就是在学术界 似乎我们在谈现代文学 新当代文学的时候 谈乡土的发展 我们似乎更加的顺一些 跟乡土说我们就挂在嘴边 那些代表性的作家 代表性的乡土小说 所写作的这种文学的潮流 甚至可以在头脑中 形成一个百年 乡土文学发展的脉络 然而新师呢 这种城市的 与诗歌的这种关系 似乎在百年发展当中 被人们关注的不是特别多 实际上如果刚才所说 这也是可以作为 中国新师研究的一个 重要的视角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次分享讲座的主旨 我的观点就是 从文学生成的层面来看 城市文化改变了中国新诗人 认识世界 感觉世界的基本模式 促进着他们的现代精神体验 和审美经验的形成 除了诗人精神状态的现代之外 现代中国诗歌自身 同样离不开物质状态的 现代转换 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 城市文化对诗歌 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为现代中国诗歌 铺上了浓厚的底色 这次讲座 也正是图从 新师的百年发展中 抽取它和城市文化形态的 对应点 就是观念的联络点 以城市书写作为研究重心 对文本中的城市 文本中的城市 其实就是文学对城市的表现 以及城市中的文本 什么是城市中的文本呢 其实就是城市文化 对文本建构的一种反哺 城市文化到底影响了诗歌 从双向建构 双向关系的角度 展开一个探讨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研究重心是城市书写 当时和导师商量题目的时候 因为这个博士论文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给自己的研究的论题 做一个准确的内涵与外延 这方面的定义 如果你的研究的问题 它的定义会在开题当中 就令诸多专家产生质疑 或者是纷争 说你这个研究到底 是不是你所说的这个向度 那其实我觉得 这样的论题呢 在日后的研究当中 是比较难于开展 甚至是比较危险的论题 因为它的定义本身 就是一个漂浮的 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你的研究本身 理论的坚实度 其实它是不太容易 维持到一个所谓的平衡的 当时在城市与诗歌 这样一种关系的研究当中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研究城市和诗歌的关系 但是读法成为一个 的题目 是吧 不太容易做 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 是叫城市诗 或者是城市诗歌 但大家这样一想 就会产生一个质疑 马上就会来 乡土文学就没有这种问题 你一般不会质疑 什么是乡土诗 或者是乡土文学 但城市文学 往往到今天 还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城市诗 是城市人写的诗 还是在城市居住的 也包括农村人的 这样的作者写的诗 还是专门写城市的诗 那城市中的乡土 城市中的田园 这些又叫不叫城市诗 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 文本概念的话 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 缠绕当中 就很容易被答辩的 传家们提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然提说 但是呢 会影响你之后 对真实问题的那种利益和表达 因此我跟导师商量之后呢 就不再采取一个文本概念 城市诗歌 而采取了一个行为概念 它是一个动词 现在进行时的一个动词 就是城市写 小说中的那个什么什么书写 饥饿书写啊 婚恋书写啊 是那个图书的书 那个书 诗歌当中呢 用的是书发感情的这个书 就用城市书写 这样一个行为概念 就书写城市 书写城市人的心态 人到城市之后 他的这种感受 他所看到的世界 这样一个行为概念 来取代之前的文本概念 城市诗文本 这样的话 可能在论文的利益上呢 就容易立得住 也产生这种缠绕啊 或者质疑感的可能性 就会变得 这个概率就降低一些 所以我会有一个 城市书写的概念 那么请大家看 我自己做了一个定义 那个关于新诗的 城市书写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城市书写 是具有社会 象征意义的文学行为 是现代化 历史进程的文本转誉 同时参与构成了新诗 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的 美学处和伦理来源 这一书写本身 它有两个项度 一个叫器物层 一个叫人性层 那么在这两个项度上 它会把城市进行主题化 或实体诗学处理 以呈现城市的风貌 城市书写的 细物层项度 就是物的项度 主要体现在 对城市物符合的 变形书写 它更不是一种变形 而不是一种原形的展现 而探寻都市人的概念 就是到底什么是 城市人和精神 则是城市书写 向纵深发展的标志 也是我所提出的 新诗城市书写 它的核心内容 当然这个概念是可以 进一步探讨 被质疑的 反映这是一个 并不能说是一个 完全被我所封闭的概念 它肯定还在不断地变动 是一个运动中的 开放的概念 但我就觉得 它很像新南方写作 或者是东北的那种 现在的那种东北的工业写作 它是一种写作向度 就是面向城市的一种书写 面向城市的物 城市自身 城市的人 城市现代人的心灵 这样两个向度当中 它进行的一种文学性的表达 载体诗歌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的核心内容呢 是谈一个话题 话题很多 对吧 城市书写有典型的意象 大家可以想到 酒店啊 咖啡屋啊 舞厅啊 广场啊 高楼大厦 汽车 火车 这些都可以算作城市的核心意象 甚至像现在像我们的这种大学 像医院等等 大的医院 都是跟大城市息息相关的 意象上 包括消费的主题上 这种物质的消费 这种精神的消费 包括身体的消费 它主题上有很多的特征 包括在文本的这种特点上 它诗歌和城市化的那种关系 特别是今年和多媒体的这种 城市文化的 化媒界的这种联系 互联网加2.0的这种联系 都是城市诗学在美学上的这种展现 你要把它放大来写的话 又可以写一个 一天很大的论文 甚至是博士论文了 那些很多个专题 那我想呢 还是因为很多的朋友 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自己做的这个项度 所以我还是介绍一下 在百年新诗中 城市书写 它呈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脉络 最后呢 告诉大家 它有一些 哪样的一些基本的特点 更多的这种历史上的特点 那么从脉络上说 当然我们最先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一 一点 早期新诗 从新诗诞生之初 城市书写 新诗中的城市书写 它就是存在的 而且是强势的 进入到了新诗初创期的历史当中 有一种观念呢 就认为 中国现代新诗 在产生的过程中 和西方的现代诗歌 有一种互逆的景观 就是我在屏幕课件当中 写的第一行 互逆的景观 什么意思呢 讲理叶维莲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在中国知识分子向西走 求教西方的时候 正是西方知识分子 向东学起的 同时 五四所摒弃的山水自然 正是美国师 强烈的敏感 这种互逆其实啊 究竟在哪种程度上去成立 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辨析 甚至是要去考量 乃至质疑的 这到底真的是不是一种互逆的情况 但是呢 一个显在的表现呢 是这样 那就是西方学习中国的这种山水师当中的灵感 其实主要是异象 异象派诗歌 而中国的新诗人在向西走的过程中 他们也在接受西方 他接受的是西方的 那种现代诗的诗意 诗思 诗行 同时还接受到了西方 现代主义文化 受到它的进染 而这种现代主义文化 我们可以理解为 更或者比较多的理解为 就是城市风物 城市文化 对早期新诗人在体验层面上 在思想 心灵 激发层面上的影响 因此我们看 说伴随着 五四新文化观念的萌生 文学和都市的现代机会和交流互甚 得以实现 朱德发先生曾指出 末世五四文学的现代城市文学特质 便是末世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 朱德发先生认为 以现代城市文学来衡量五四文学 那么五四文学没有达到一个完善化的程度 而且也不够典型 更不成熟 只能说它是二十世纪中国城市文学 现代化过程的良好开端 我个人认为 这样一个开端 它是具有画时代的意义的 这种意义在于我们经常说 说到这个文艺多谈这个 顾莫洛的女神 一种动的精神 对吧 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 那么这样一种对于动之人生观的追求 实际上是和对于现代都市的这种探问 是结合到一起的 正是在与城市文化 尤其是西方 城市文化的不断对话中 中国新世当中 一个新的文化形态 就建成雏形 在早期的新世当中 也是新世曹创期当中 这一新兴的都市文化形态 不断冲击着 现代诗人的头脑 就是他们的澎湃 新潮和都会的脉搏 发生了强烈的共振 我记得之前 我最新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看了很多重要学者的 大捕头的重要的文章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吴思敬先生 他做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述 还有吴思敬先生 包括孙玉石先生 都有这方面 关于都市诗 城市诗歌的精彩的论述 那么这些先生们 他们普遍的都提到了 这样的一首诗 印象中 好像是慈敬先生说到的 就是比例山头展望 这个是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甚至新兴的同学 应该是熟悉的 因为无论是我们大一 讲这个和名作的这种欣赏 或者是我们研究生阶段 谈到新诗 谈到女神 这都是中国比较早期的一首 很重要的 都市诗 谈到中国都市诗 城市书写发展的历史当中 这首诗往往会被放到 早期的最具有典范性的 成熟的作品当中 当然它的美学上是否成熟 我们在意 但是它对于都市的这种表现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没有争计的都市诗 诗歌并不是很长 但是节约时间 我也不把它全都摘录 大家可以看到 我摘录了其中几个核心的句子 这几个句子 在我们写都市诗歌的论文当中 几乎所有人都会谈到 就是第一句话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这个生 代表着一种生级 这个生级既是20世纪初叶 中国知识分子 自我发现的一种契机 而这种生 当然也和一个 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 或者说 现代中国国家的 这种富强观念 是密不可分 息息相关的 大话话说的非常满 这郭摩洛的诗歌 就是这种口号宣言 或者这种 这种未来主义的 那种直书胸义 或者是大规模的 这种话语的叠加和复制 是非常多见的 它有一种速度感 也有一种极强的音响的效果 生的鼓动呀 用这种感叹词 然后黑沉 它看到什么景色呢 看到黑沉沉的海湾 平泊着的轮船 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显然这个船 它代表的是一种工业文明 或者说是都市的文明 都市工业呀 都市的科技文明 所以它的一个经典名剧 就出来了 请看 一支支的烟筒 都开着了 开着了朵 黑色的牡丹呀 黑色的牡丹 今天我们如果看到 什么船啊 工厂呀 什么或者是 这个这个咕炉房里面 噴出来黑色的浓烟 我们一般不会把它说成 是黑色的牡丹 因为今天我们都注重环保 对吧 也不会觉得这个烟筒中的烟 哪怕不是黑色的 是红色的 但是很诡异的 红色白色的 水蒸汽的那种烟物 我们也并不觉得它很美 因为我们总觉得 这是在排放一种污染物 但是你把它放到 一百年前 郭摩洛说出了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 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烟母 近代文明的烟母 在它的眼中 机械化 城市化 或者说这种 轮船啊 煤烟啊 这是一种工业文明 我们经常在 把这个工业诗啊 放在都市书解的一个范畴当中 尤其是在十七年 正是这样 这种工业的文明 就与知识分子 追求 现代中国富强的心态 建立了一致 并且迅速的成为 那一代知识分子啊 它在当时那个时代 确立一种当代诗歌精神的内核 注意这个当代诗歌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代人 都在寻求 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 当代诗歌精神 那么五四一代 我们经常说到 有很多种精神 德先生 赛先生 对吧 说到赛先生 科学 Science 对吧 那么怎么在诗歌当中体现啊 这就是一个赛先生的体现 而且这个科学 是与都市文明联系在一起的 甚至这个郭默若 他的话今天放起来 都放到今天来看 都有一点点夸张啊 他在这个 我记得是在这个日出当中 他说是摩托车吧 摩托车的那个灯 摩托车的那个车灯 是二十世纪的阿波罗 阿波罗是太阳神吗 亚波罗 他说亚波罗 二十世纪的亚波罗 摩托车的车灯 你这个黑色的牡丹 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岩母 用这么夸张的语气来 赞颂都市文明 都市工业文明 郭默若 这样一种 诗歌的 对于都市的这样一种诗歌表现 这种心灵的状态 就可以看到人们在 或者中国新诗 在早期的城市书写中 它的一种普遍性的 人和城的关系 人和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 城市 科技文明的关系 我们再看一看 其他世人怎么来说 多了一些时间了 但是差不多 表现的态势 情感上 施哲存说 从烟囱林中 升上来的 大朵的桃色的云 和黑色的牡丹 一个意思 陈梦佳 都市的颂歌 这才是新的世界 建筑的天堂 代网书 我们的小母亲 小母亲是谁啊 我们的有力的 铁的小母亲 他指的是城市文明 那么你看 几乎所有的这个 诗哲存啊 陈梦佳 代网书啊 他们其实对于 城市的态度 不完全一样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在他们的 诗歌写作的某一个时期 都和郭摩尔一样 表现出了这种 应运着 惠特曼式的豪放 与粗暴 这个诗歌美感 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强 诗歌的含蓄啊 朦胧都没有 但是很粗暴的这种美学 直臣其事 对城市工业文明 励志美的欧歌 正是五四狂飙一代 或者五四后一代 集体欢欣的 高潮生命情感之展现 所以当文一多先生 看到郭摩尔的女神之后 他说这是时代的精神 这是二十世纪的 这种时代的动的精神 他其实跟这些 对于城市文明的 赞颂的篇章 是息息相关的 但同时呢 我请大家注意到 文一多还说了 另外的一句话 也在我们进行 都市文学研究的时候 几乎会被所有人提到 那就是他清醒的看到 对机器的崇拜 是人们将机器 穿上勾勒美丽的衣裳 而一旦看到 不断爬升的某天大楼 同时也投下了 长长的阴影的时候 他们又陷入了 深深的绝望与消极 这个文一多的这个 石论啊 你看也很美 他把这个楼本体 是一种情感状态 楼的阴影 在失人心中的投射 又是一种心灵状态 那么这种心灵状态 你把它换算到 再复制到 郭沫若笔下 那就可以发现 郭沫若在他眼中的城市 正是这样一种 美丑并至善恶交沉的 这个海伦上 刚才看到的 比利渗透展望 海伦上的这个烟通啊 它的那个黑色的 其实很肮脏的 也很 如果很多个这种船 一块冒出黑色的 这种文明之花 很壮观 但是大家想一想 也很恐怖 是吧 但是郭沫若觉得 它是黑色牡丹 是明花 但是呢 在另外的一首诗中 叫做海舟中望日出 就是海船中望日出 它说这个烟通中的霉烟 是黑汹汹的霉烟 恶魔一样 黑汹汹的霉烟 恶魔一样 也就是说 对于技术文明 诗人怀有一种拥抱 同时拒绝的并存的心理 这个很矛盾 这个很纠结 你又爱它 你又恨它 爱恨交织 拥抱与拒绝并存 那么城市也就变成了一个 矛盾的 美与丑的复合体 这种认知 就为新诗呢 提供了一些新的感觉 也成为新诗 现代性神秘转变的 一个重要的元素 因为在早期新诗的这种意象元素当中 城市以及与城市相关的一系列物像 给予诗人很多精神和美学上的启迪 而且这种启迪 往往不是简单的启迪 一朵花很漂亮 这种启迪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一杯水非常的清澈 这种启迪也是比较单纯的 如果一件事物可以启发你双向的 这种伦理感和道德感 美感 那么显然这个意象 这个事物本身 是他对于新诗的这种建构 意义要非常的宏大 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探究 那么在郭沫若写女神之中 包括女神之后的很多诗篇当中 这个烟筒中的 黑色的烟筒 这个烟呢 煤烟呢 就不再是黑色的牡丹了 而变成了 刚才所说的恶魔一样的 黑汹汹的煤烟 后来就 当他与这个马克思主义结合之后呢 又从道德的 或是从阶层的 阶级的角度 来批判这种煤烟 它产生的一种压迫人的 或者是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剥削人的一种本质 这个不多说 他才发生了一些 自己情感上的 位移 那么郭沫若 他的这样一种美丑并质的都市观 其实在 早期新世人当中 包括第二个十年当中的新世人当中 是比较的 普遍的 你比如说 你看看爱卿 爱卿稍晚一些出现 你看爱卿的情感构图当中 巴黎就是一个 换了歇斯底里的美丽的妓女 美丽的妓女 本身是一种悖论 对吧 它是一种通过悖论来建立的 诗歌的意义的结构 很美丽的女子 带又是妓女 这妓女学员带又一种贬义 这样一种对于巴黎恶之美的捕捉 显然受到了象征派 伯特莱尔他们的影响 那么李金发 这是正统受 这个兰博 伯特莱尔他们影响的诗人了 在异上海的开篇 就一语道出 现代上海的本质是 容纳着鬼魅与天使的都市 美丑并至的一种态度 大家看是不是 就复现着 像帮尔哈伦 对于现代都市 进步与罪恶并存式的 总体的感觉 像未来主义诗人 像帮尔哈伦 像惠特曼 像伯特莱尔 他们这几位诗人 都是对早期新诗中的城市书写 这种城市异乡的建构 对于中国新诗人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惠特曼 伯特莱尔 这个帮尔哈伦 帮尔哈伦 大家可以以后感兴趣 再关注一下 他和中国新诗 早期新诗的这种生成的关系 值得再深入做一做 因伯特莱尔 什么 惠特曼 包括后期 奥登 埃略特 那做的很多了 帮尔哈伦还可以再做 那么看一看这些诗人的 早期新诗人的文本实践 他们对城市的物质文明 既追逐又巨斥 矛盾纠结 情感难定 这也正是早期新诗人 面对都市 最普遍的认知模式 和情感意识 甚至影响到今天也是这样 对吧 我们今天说乡村的时候 有一种写作方向 就是乡村就是我们一种理想的 现代人的精神田园 这个田园当中是没有污染的 但是说到城市 往往没有百分之百美好的城市 它是一种矛盾纠结的 既有美的一面 有高楼大厦的一面 也有高楼的阴影 这个阴影把你的心灵给 演绎住 遮盖住 有这样的一面 这是最普遍的认知模式 和情感的意识 也就是说 中国新诗从 它的城市书写 从刚刚建立之初 就奠定了 百年新诗城市书写的 它的一个发展的 基本的面貌 也形成了一个基本的 对于诗人来说的 认知 模式 和情感的意识 这是我谈的 第一点 第一点我说的时间 稍微长一些 因为它 这个文本可能大家 更熟悉一些 对吧 郭莫若 后面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十年当中 或者三十年代 城市书写 其实城市书写 在三十年代 和四十年代 主要是从两亿来进行 这两亿是差不多 一种 有意义呢 是像 就是像左翼文人那样 或者是从 阶级 阶层 压迫 商品 物欲的角度 来开启 城市书写 这样一种大门 就是城市当中 底层的人 受到资本家 受到这种 商业文明 这种 这种 剩余价值 这样一个制度的 剥削 左翼 音符 蒋光词 他们是这一脉的诗歌 另外一脉呢 另外一意呢 就是 还是从 更多的 汲取 现代主义 文学当中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当中 对于城市的表现 策略 进行中国式的 接受与改造 在三十年代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现代派诗人群 一会儿说 在四十年代呢 那就是九叶派 这个 陈敬荣啊 郑敏先生啊 牧丹啊 他们那批人 我们先说 三十年代 为什么说第二点 三十年代在 现代派诗人 当中呢 这些诗人呢 大部分人 他们在观念上 选择主动和城市 展开对话 请大家注意 主动和城市对话 并不等于说 认同城市 大家可以理解 对吧 我主动想和你说话 并不等于 我想向你表白 我对你有多么爱 我接触你的目的 就是想来骂你 在我家里 微信好友的目的 就是想把你 骂一通 然后被你拉黑 这样的人有的事 对吧 我想表达一种情绪 一种观念 这观念 未必是一种正向的 正能量的 好的那种 优美的词语 词汇 这个现代派诗人 就是这样 他们特别 乐于和城市 发生一种观念的 这种联系 并通过城市呢 来经营 他们诗歌 内部的音律 色彩 还有情调 也就是说 用城市来激发 他们的这种 文本的创作 建立了一些 独特的情思空间 那么像 请看一下金克木 就说 新的机械文明 新的都市 新的享乐 新的受苦 都摆在我们面前 而这些 新东西的 共同特点 便是在强烈 刺激我们的感觉 这个新的感觉呢 就突破了 传统诗歌的 那种感觉结构 那是他们所没有的 按照林庚的解读 也是诗人 林庚 这个 他借着许多的人士 来述说 捕捉的一些 新的情调 与感觉 并通过自由尸体 得以实现 林庚把自由尸体 和现代城市文明 加以链接 而 像施哲存 徐迟他们 也都翻译过 桑德堡 刚才我忘了介绍 桑德堡 也是个重要的 都市诗人 对中国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 那么施哲存 曾特意指出 现代杂志中的诗 也和桑士 桑德堡的作品一样 纯然是现代的诗 这个纯然是现代的诗 他们是现代人 在现代生活中 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 用现代的磁草 排成了现代的诗形 这个 灌口这样的话 我们经常会在论文当中 来引用 说 早期现代诗 在现代 这个加以号的 现代杆上建构 它的几个向度 对吧 现代的诗形 现代的情绪 既有内部的 又有外部的 既有这种诗人情感上的 又有诗歌 语言 意象 本质 本体上的 本体美学上的 但实际上要注意 施哲存的前缀 它是和桑德堡的作品 是一样的 它是一种都市文学的作品 是西方都市文学的 中国化的一种呈现 施哲存就强调 现代诗人对城市生活 要保持敏感的捕捉力 和创造力 而现代情绪和诗形 就可以视为 现代派 抒情群落 塑造城市的 美学关键词 那么这些诗人 可以看作是 龚魔肉是第一代的话 他们可以算作是第二代 这些诗人和 早期亲诗人的一个特点 就是那种极端的 美丑并致式的 或者是过于热烈奔放的 那种对于城市的抒情 这种正向肯定 或是负向的否定 不多见 更多的是 运用现代主义技巧 把城市看作一个变形的 诗歌意象体 在这个意象体当中 他们来考量人的 或者说现代人的精神 它的可能性 他通过诗歌呀 终于通过诗歌 来探究人的 丰富性和可能性了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而不再是早期亲诗 他也在探究 但他更多的是在表白 他在喊 我爱你 对吧 他在喊 我爱城市 我讨厌城市 我厌恶城市 但现在 他不再这么简单的 直臣其事 他开始 谈自己和城市当中的 这种 关联 或者通过一种 梦幻的方式 通过这种 现代 若隐若现 若即若离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 和城市的这种 联系 不再是这种直接的这种 这种 表白了 也就是说白了呀 心诗的这个诗意啊 包括诗情啊 这种建构 在第二个诗年 也进入到一个 像成熟期进军的时期 到第三个诗年 四十年代 九月那里 就进入到中国诗歌的第一个 这个发展的高峰期 我们经常说是成熟期 是这样 那我们看一看一些作品吧 具有代表性的 我举两批诗人的作品 两批现代诗人 有一批现代诗人呢 他们的城市书写呢 特别喜欢表达 现代城市人 再加一个定语 年轻的现代城市人 在新型城市中的这种感受 这感受不见得是一个 能够直接让我们 get到它到底是什么感受的 这样的一种意义 有意义的感受 但是我们总是能从中 感受到一个青年个体 是很趣味的个体的存在 代表作品 请看 徐迟的我及其他 徐迟写过一首诗 叫年轻的 我记得叫年轻的咖啡馆 还是年轻的咖啡座 我就谈的是这个人 到了这种城市的消费场域当中 这种 这种五蕴皆充 五蕴皆空 非常快乐的一种 心态 就人到了消费场所 很高兴的那种心态 这是个都市文明赋予诗人的 你看这首诗 这首诗 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后 编辑的特别讨厌这首诗 老想把它给拿掉 因为这字没法打 最后只能是一个图片 图片一再放大 你字又不清楚了 就是你看 现代诗当中 带有很抽象的 一种图像式的感觉 对吧 中国早期的图像诗 你要研究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一首 因为他的这个图像师的 这种实验性 是最强的 你看他改了字号 同时 他改了 这个我是很大的 同时他这个字的 这个方向也发生了 巨大的转换 你看我日益扩大了 这个我还真的变大了 变成初号了 我的风景 倒立在你红色彩权 爱瑞斯的上 我是倒过来的我 我就真翻过来了 在梦中 在历日 我在恋爱中翻着筋斗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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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里朗读没有用 他不靠声音传播了 通过都市文学 现在汉市得到了一种新的传播媒介 视觉 通过图像来表达现代人的一种 在城市当中生活 快乐的 轻松的 青春的 昂扬的姿态 我 以日益扩大了 现代之我 现代都市之我 自我发现 日益扩大 图像是 它是要通过视觉来表异的 对吧 它以前我们说这个诗歌呀 你把它改成颂体 或者是凯体 或者是卫背 不应该影响表异 字体变化 但是现在你看 它有一种那种图像是 或者就是具体是 concrete portrait 具体式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通过图像来表达 都市年轻人的那样一种 有点傲娇 有点跟你开玩笑 自我调侃般的心态 真的通过我字 它翻了一个跟头 所以当时这个书的编辑 特别讨厌这首诗 这个我字不好打 我是 我自己打的时候 我是自己用那个翻转的方式 翻了15度15度 翻了很多角度 30度一翻 翻成这么个180度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样一首诗 再举一个 这俩人经常放一块 就徐迟 施哲存 沙利文 沙利文应该是 这个施哲存 现实生活中 真的会去的这么一个 应该是西餐店吧 还是冷饮店 因为沙利文这家店 我记得在他的 就是咱们学这个文学史当中 有一篇作品 就是梅雨之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梅雨之西 30年代的作品 这个梅雨之西 这个小说的结尾 就是说这个故事很简单 一个都市年轻人 邂逅了一个女孩 但是女孩反正最后 跟梦一样 就是这种 跟一个美女相遇 最后回到家 他的妻子问他 为什么归家这么迟 我说遇到了朋友 在沙利文吃了点点心 然后这个男生呢 就是做了亏心事 为了证明自己 真的和朋友吃点心 所以和这个老婆 吃饭的时候 故意吃的特别少 说我真的外面吃饭了 我吃火锅了 吃点心了 所以回家 你这个饭 我就没法再吃了 其实他是邂逅一个 漂亮的青年的 很 这个 这样的一个 很青春的 靓丽的女子 去沙利文吃了点点心 沙利文在这个诗歌当中 这个就是夏日小景祖诗当中 第二首 也叫做沙利文 诗人这样写到 他说 我说 沙利文是很热的 连他的 炮兵的 雪花上的 那个少女的大黑眼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以前 都是我的 Fancy Sandis融化了 如果这个 圣代融化了 我说 沙利文是 很热的 这其实 你要说它有什么意义呢 它就表达了 现代人的一种 都市当中 瞬间的 感觉吧 这显然是一首都市诗 而且它并不是说 就一定表达了 什么样的一种 非常深邃的 沉重的 或者能够明示其 所指的主题 但它呢 是一个 现代人 它的这种 瞬间 萌发出的一种 人和都市的感觉 我的这个圣代 融化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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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冷餐店啊 这个西餐店啊 沙利文是 很热的 这就和徐迟的那首诗 我及其他是一样的 这是现代派诗人 三十年代的诗人 他们写都市时的 一种情感态度 那就是 把都市 看作具有创造性的 具有可以耕耘的 带有希望性的 一种 土壤 在都市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又一个 年轻的 个体 欢欣的 自我的存在 这是一端 还有一端是哪些人呢 就是 现代派诗人呢 还有一批人呢 他们看到都市 没那么高兴 圣代也不会化 报兵也吃不上 我也不会翻跟头 他们产生了一种 英国诗人 就是T.S.埃瑞特 那种 荒原的意识 什么是荒原意识呢 这是孙玉石先生 这样说过 他说 荒原意识就是在 埃瑞特的荒原 荒原大家都知道 他影响下 一部分现代派诗人 头脑中产生了 对整体人类 悲剧命运的 现代性关照 和对于充满 极端荒谬 与黑暗的 现实社会的 批判意识 那么这就是 荒原意识 那么产生 荒原意识的 这样的一批 诗人 主要是哪些 诗人呢 主要是一些 在北京 生存的 这样的一些 诗人 有些精派的文学家 还有一些是 现代派诗人 在北京 生活的 那一批 这很有意思啊 这个 城市诗歌呀 在三十年代 表现出 比较清晰的 南方与北方 如果说 今天西南方 和 这个北方写作的话 那么在诗歌的 城市书写当中 当时也有 但是这个 大家注意 不能一刀切 不是说北方都这样 南方都那样 但相对的 从篇幅上说 南方作家 主要是上海 以上海为代表 那些作家 还都是写都市 那种光怪陆离的 走向未知性 可能性 或者是现代人的 那种 这种 和都市的那种 更加新的 那样的关系的 这样的一面 而北京的这些作家 他们往往都是 带有一种浓浓的 怀香 怀旧的情绪 请看 玉达夫 他就认为 北京属于作家 情感 易于接纳的 具有城市之外形 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 之田园都市 他不是说 今天的北京 而是当时的 这样的一个北京 他能天然的 激发中国作家的 属于共同文化经验 共同文化情面 情感层面的 传统感 而且北京 变成北平 不再是首都 本身就带有一种 故城 故都 这种文化 荒原的一种 凋零感 萧索感 意思在很多 现代派诗人这里 北京呢 他就成为另外的一种 文学的意象 请看 我举了一些片段 没有整体分析 也时间所限 我们把最精华的 那几句摘出来 像汴之林 他在封沙夜当中 这个城市 是北京的 这个城市 被封沙洗澡 灰红南县 成为一只古老的香炉 一炉千年的陈灰 在他的几个人 这首诗当中 他写到 一个年轻人 在荒街上沉思 这个形象 再三的浮现 就经常会 把这个 人们把它和这个 荒原 加以 这种连接 并且由树形主体 无意识的视觉印象 串联起叫花子呀 卖冰糖葫芦的 卖萝卜的 提鸟笼的 等一连串形象 又可以和 你要是过多的联想呢 也可以试着去和 布特莱尔的那种漫游者 去建立一些关系 当然其实 这个关系还是 在水里层面 还是比较薄弱的 我认为 和其方 这个风沙日 说 风沙日 便知里是风沙夜 这个北方的雾霾 那个时候就有 对吧 这个风沙 还是一半天 黄沙埋了这座 巴比伦 这里所描绘的北京 就与荒原中的古希腊 那种白银与金黄的荣华 不再形成了一种 共鸣 他们都是用 要么是用香炉 要么是用巴比伦 来隐喻城市 曾经辉煌的历史 那么与风沙扫过之后 北京的现实销索相比 城市地位的这种 落寞 不是首都了 和诗人的心境的那种 寄聊 这个诗人的寄聊 我印象是荒原上的丁香 就谈这部分诗人 在北平的现代主义诗作中 古城古都 荒城等异象出现的频率 相当高 这类异象和荒原精神相通 又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和独特的文化品格 中国诗人建立这种 非个人化的戏剧性情境 寄与西方的这样一种 现代主义技法 和城市诗学经验相关 同时呢 也有一种 这种中国的厚重的历史意识 在里面起作用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 像变之林啊 包括林庚也写过 还有这个代网书 这个何西方 他们的作品呢 既有荒原的这种情调和感觉 甚至有些就浮现了荒原的意境 他们本身有人也受到这种影响 确实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也看到 变之林的诗歌 也还有一种中国式的 内涵 精神 晚唐的那种情调 晚唐文学的风韵也在里面 这就凸显了我们老说的 文学传统的创造 创新继承 创新转化 对吧 这里面就一种民族审美习惯 对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 这种创造性的建构 不是完全的来吸收这个荒原 他有一种中国式的这种建构 在里面 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层面 我觉得两部分是人 一个是南方的 一个是北方的 还可以再深入研究 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南与北 都市文学的南与北 到今天 这个界限似乎没那么分明 但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向度 可以再来考量 到了第三个十年 四十年代 九叶石派的城市书写 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 因为九叶石派 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文学史的常识 就是它既以高度吸纳 转化了西方现代主义 诗学奥登 阿里特他们 同时又带有一种民族性的 本土式的现实主义立场 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 甚至也关注底层的百姓 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 批判性立场的建构 就像袁可嘉的南京 上海 这两首诗 包括唐石的 骚动的城 杜运械的 追物价的人 你看这个名字 追物价的人 这些文本 就可以感受到诗人在进行 城市书写的时候 他有一种 向外部公众领域 所投射的 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 和一种 对于底层的 严敏精神 一种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 他不是沉溺于那种 荒原荒街的 那种悬丝 或是天天想自己 吃这个圣诞呀 或者坐汽车呀 跳舞啊 咖啡厅啊 这样一种新感觉派的 那样一种 人在都市当中的 这种迷云当中 不是这样 他具有了一种 社会责任感 具有了一种担当 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同时 现代主义立场 在这里 就更多的变成 是一种 反思性的立场 比如像 陈敬荣的 罗纪病者的春天写道 我们是现代都市里 渺小的沙丁鱼 就人在都市中的 感受他通过一个罐头 沙丁鱼的这种方式来 展现 我们是工业化的 一个产品 我们的人性 对被都市 所压抑了 当夜晚到来 多少窗上 要亮起灯火 多少盛言 要在 机械的笑容下 展开 人的笑容 都是机械般的笑容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显然被都市 统一成了 一维的关系 使人在都市的 钢铁面前 失去了自我 把这都市 冬日黄昏桥上 包括像 木旦 城市的街心 像杜蕴蟹的 井 像郑敏的 季末 这样的诗歌当中 总是有一位 拥有知性和理想 情愫的 现代英雄 那么都市人 都市人文的 荒芜现场 就是他们 没有办法 保持沉默 他们只能用一种 批判的眼光 建构一些 变形的 都市的意向 从这些变形当中 从混乱当中 找出一种 理性的线索 呼唤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 它还在呼唤一种 带有人文性的 科学精神 还有一种 纯粹的人性 那样一种精神 这是他们建立一种 理想的 都市人文生态的 意义之点 我个人认为呢 像九叶时派 在四十年代 这样一种 对于理想的 城市人文精神的 追寻 反思 其实是当时 那个时代的 未来诗学 他们把对 亲师和城市 理想的这种 启目 就推向了 更为深邃的 严肃空间 那么新师的城市出席 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当然时间所限 我不再把 像木旦啊 像包括郑敏先生 像陈炯荣先生 写得非常好的一些 解枝 比较深邃的 也比较 需要耗一些时间的 浪费一些 我们不能浪费 就是锻炼一些 我们脑细胞的 这样的这种 城市师 我们就不再展开 还是说一说 这个脉络 到九叶时派这里 他已经把现实 和现代 能够很好地 融合到一起 他们反思的是什么呢 反思的是 既有个体之我 但更多的是 从个体之我 穿越到群体之人 人类和哲学的 人类和城市的一种 带有普遍性的 哲学的联系 穿越个体 而达到普遍 其实正是九叶时派 它的一个 追求的一个 项度之一 其实也是 我觉得也是我们 阅读诗歌 想获得感的 一个重要的来源 就是我们既想看到 在有八卦之心 想看到诗人 个体的独特的形态 徐志摩到底爱的是谁 郭沫若这个凤凰 到底指向什么 是时代 还是他自我主体 但是我们也更 愿意看到 从诗歌当中 读到一些 更加肯定的 涉及人类整体性存在 甚至对我们自己的状态 有所揭示 有所触动的东西 而九叶时派 他们达到了 这是我们说的 现代文学这三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进入当代 一个普遍的观点 就如果沿着 这个现代文学 发展的路径来走 如果新文学 第四个十年 如果有的话 那显然 九叶时派的这种 文本路径 应该成为 中国新师发展的 一个方向 或建设性的目标 但是我们都知道 对吧 解放区的文学 这种一种写作的态度 为工农兵来写作 为人民来写作的 这样一种 人民性精神的普及 也使得我们的 这种文学的探索 尤其是现代主义 这方面的追寻 就和二十三十年代相比 它的这样一个幅度 就是比例 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也导致 新师的城市书写 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 请看我举了几个 我先举了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呢 与这个当代文学无关 是现代文学刚诞生的时候 五四时期 两首诗 我是为了引出话题 我们看这两首诗 刘半农 刘半农 早期信誓 他引用了一位 痛爱北平的老友的诗 表达对北京的喜爱 痛爱北平 就太喜欢了 他说三年不见一 便自信能把一忘了 三年不见你 能把一 觉得忘了你了 今天莫的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你可以把这个一 理解为北京 也可以理解为北京的恋人 或北京的某一个 你想见的朋友 对吧 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请看这个绿色字 痛爱北平 对吧 个体式的抒情 那个一是他个体的 想念的那个女孩 或者是一种 所谓理想的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理想的精神向度 有趣的是呢 基本是同时期 这个蒋光词 蒋光诗 他也写过一首 很极端的 痛恨北京的诗 爱和恨 从前我未到北京 听说北京是如何的 繁华有趣 今年我到了北京 我感觉北京是灰黑的地狱 同时期 你看两个人 对于北京的理解 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前者 刘万农比较的北京 是私人之我的北京 就好像刘帆先生所说的 是个性色彩 打在了外部现实上面 那样一种北京 而后者的北京呢 蒋光词的北京呢 是我们的北京 我们的城市 带有一种集体抒情的 现实主义政治的色彩 他里面 为什么恨这个北京 灰黑的地狱呀 有些个人的情感在里面 但他也可以理解为 从整体上理解为 这个北京呢 他带有一种制度批判 有一种压迫 还有诗人从他的阶级立场出发 形成的底层关怀 这是左翼诗人观察北京 观察城市的典型视角 也是我们迁回主题 第四点的主题 也是当代诗歌呀 或者说是这个新中国 初见的时候 1949年之后 17年时期 诗歌中成事审美的一个 主要的维度 那就是痛恨 不重要痛恨北京 这种集体式的抒情 不是痛恨北京 是集体式的抒情 是大我的情感 甚至有的时候 这个大我的情感呢 是也要通过小我情感的方式 你看的是表现 表现我自己很高兴 但实际上 任何小我在17年写作当中 其实之后都会指向一个大我 我举一个很偏的诗歌 看他却是王猛先生所写的 1957年春风 快乐地走在北京的街头 新盖的楼房 向我招手 大家你看王猛先生还写过诗啊 这很有意思 春风从四面八方吹来 寒冷 哪儿也不在 存留 这个诗写得很通透 你不可能说我读不懂这首诗 在这一首诗当中 那个 城市的精神 我快乐 为什么快乐呀 因为新盖的楼房 向我招手 到处都是春风 没有寒冷 这是一个 新社会 新中国的 城市青年的感受 他属于王猛 他又不单属于王猛 个体 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人 是那一代 青春万岁 青春的中国 青年人 或者是青春都市人 集体的 情感的 表征 在这个 表征下面 那么 17年 一直到 六七十年代 那一段 时期 新诗当中 如果涉及北京书写 涉及城市书写 也往往我们看到 都是这样一种 用个体的态势 来表现一种 集体的情感 比如说像 石指 郭露生那首 我的最后的北京 我的最后的北京 带有很强的 一种个体意识 我们把它作为 蒙龙师的 前导师的诗篇 前蒙龙师 这种这种 这种蒙龙师之父的诗篇 但是实际上 北京城既是 我的母亲 也是那一代 带有这样一种 伤感记忆的 青年人的母亲 这样的母性想象 昭示的还是一种 宏大叙事的 或者是意识形态写作 意识形态文化 对于新诗的 强有力的渗透 所以17年时期 我们看到的都是 这样的一些诗歌 因为政治风气的影响 那么 这个城市书写呢 就没有再延续 现代文学的方向 城市的话语资源 就被严格的约束在一个题材的范畴内 我们看17年时歌 或者六七十年代的诗歌 城市文学 或者城市书写 它指的往往都是工业诗歌 或者是工业文学 工业意向 联络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主题 或者是回到了 对应了五四时期 那种启蒙时代的 现代国家富强观念 这当然是在宏大的模态上 取得了它的发展 它的成就 但是呢 写作者那种纤细 复杂的个人情绪 它自然也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压制 那么直到了第五个时段 也就是新时期 那么在城市书写当中 伴随着改革开放 城市经济与文化 复苏发展 使人们才有机会 来程序前任的文学经验 与城市展开新一轮的交流磨合 那么有一批写作者 他们以对技术文明的正向肯定 像回到了五四时期 或者是回到了当代文学初期 强调一种工业文明 技术文明 由此发现的是一种 肯定的是一种 现代国家梦想 就是说新时期诗歌 如何在启蒙的角度 和五四时歌 建立一种联系呢 在城市书写当中 它有一种 就是现代国家富强观念 这种五四和今天的一种对话 也就是我说的第一点A 外在的 注重城市外在形态的 高楼盖多少 立交桥见没见 地铁修没修 这个大饭店 大酒店 俊没俊工 城市梦 城市建设的梦想 这种富强的梦想 像绿元 在1985年写过一首诗 就是城市梦嘛 现代中国种下业之梦 他写的一辆辆丰田 一辆辆奔驰 一辆辆福特 一辆辆雪铁龙 被我独自驾着一辆国产火箭牌 轻便摩托 一档 二档 三档 一下子超过了所有的先行者 飞驰在21世纪的国际高速公路上 对于速度之美的这种呼唤 你看这个奔驰 德国车 福特 美国车 丰田 日本车 徐铁龙 法国车 大家注意 他这个 这时看着很简单 但也安插了 这个品牌 也不是一般的品牌 对吧 你要今天的话 福特可能换成特斯拉了 对吧 你这个丰田可以换成尼桑 这个奔驰可以换成宝马 这个徐铁龙可以换成标志 但英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这几个国家 都是 都在这 都在里面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这几个 没有英国 对吧 日本 这几个国家 都在这里面 被国产的火箭牌 摩托 摩托超过了汽车 显然这里带有一种 城市梦 就是国家富强之梦 这里没有我 虽然是我骑着这个摩托 但是这里面是一个我们 还是一种集体式的抒情 这种抒情就和邵燕祥先生 在34年之前写下的 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 是一致的 说我们要用中国自己的汽车走路 我们要把中国驾上汽车 开速马力 掌握方向盘 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的飞温 邵燕祥先生写过两首 城市是特别有名 一首是中国的道路 呼唤着汽车 另一首可能大家知道 就是新石器之初 和绿源这个首是 相继并论的 中国的汽车 呼唤着高速公路 就是我们要有高速路 要有地交桥 要能承载我们这种 日新月异的汽车的 这种数量的增长 和中国 一日千里乃至万里的 这样的发展 这些诗反正是 很有意思 他们已经在这种 对于机械文明的肯定 和对现代国家 富强意识的 这样一个复归的层面上 和现代文学 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当然它还是一种外在的 从诗歌美学上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感觉并不是说 语言上特别美 过于直白 虽然有些很有趣 有社会学意义 城市学意义 能留存一代人的文化心态 但是你从诗歌的 那种隐喻象征角度 解读呢 似乎可解读性 又不是很强 真正值得解读的诗歌 我认为是第二点 就是B 刚才是外在的城市梦 B呢是内在的城市人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出现了 那就是1986年 这四个诗人 张小波 孙小刚 李宾勇 宋林等人 在86年 我们都知道 那个现代主义市区大官 当中 第一次以群体的形式 就是第一次在中国 提出了城市诗人的一个口号 说标榜我们写的诗 是城市诗 他刚才出的本书 就是城市人 那个小册子 现在也能买到 也不是很贵 在孔夫子上 就是城市人 他宣称要替诗歌 在我们的城市环境里 造一张好的现代产床 第一次标明了 要从城市当中 寻找诗歌美学 也程序了 现代诗人 对城市内部激励 和精神内核的深切关照 从感觉的瞬间 来发现诗意 咱加上诗哲存 那个沙利文 或者是徐迟 那个我 那个变化 对吧 从瞬间发现诗意 比如说宋林的人群当中 他把窗子就演绎为 高处凿成方形的洞 而散像蝌蚪一样游动 成灰是一枚铜柱的猛尸 张小波的救世帝 朱大可先生呢 对于 朱大可给这个诗集写的序 那个序言 大家很多人印象深刻 五个字 焦灼的一代 这一代城市人啊 是焦灼的一代 他们生活在城市当中 认为城市文明的知觉和 感觉的内核呀 朱大可先生的话啊 应该是现代都市和他的子民 那为什么焦灼呢 因为一方面 这些诗人天然的和城市文化 带有一种亲切感 因为城市是他们 赖以生存的空间 像张小波所说 我是在城市某处诞生不久的一个前额突出的 突突的男婴 我两岁 我转动眼珠好奇的查看四周 然后宋林说 这个我天真人多情的发现 身旁毕竟是中国的大街在流动啊 流动着阳光和牛奶 流动着一大早就印发的新闻连载 关于广场塑像的电机仪式 定向爆破和崛起的阳台啊等等 就是空间上 他们把城市作为一个知觉的内核 但是在自己的心灵时间和心灵的速度建构上呢 他们又明确的感受到了一种宏大的城市文化 对于个体自由性的一种切割 这种切割就使得他们的视觉经验 乃至心灵经验看到的城市 变成了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存在 请注意碎片化的存在 经常是我们来描述世纪之交 或者说二十世纪末期 二十一世纪初期文学 乃至世界文化现场的一个整体性的状态 可以让我突然联想起了那个 毕加索的描述那个战争的名画 格尔尼卡 一个碎裂的西班牙小村庄当中 格尔尼卡小镇 人啊牛啊灯泡啊 这种机械啊 一切都是碎裂的状态 而且难以拼合成一个整体 当整体的价值观念不在之后 后现代拆解一切之后 建构起来是什么呢 无从建构 但又苦苦追寻 它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 所以他们是胶着的一代 从这个时期开始 中国就是在大陆吧 内地就真的有了这种 以城市作为支据核心 来倾心尽力进行 城市诗文本写作的 这样的一笔诗人 就是以这四个人为代表的 城市人诗人群 或者叫做城市诗人 这样一个人群 也有专注出现 代表作就是城市人 那本诗集 而我后来没买到那个原版 后来也觉得没必要 你图书馆有 可以来复印 我复印了一本 也是经常来翻看 它的那种写作风格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的话 就会发现 它在第三代 如果把它放在第三代 诗的洪流当中 它写上孩子的那种 神性写作是不一样的 但是和伊沙 寒冬 于坚 他们的民间视角 也不一样 或者和一些延续的杨烈 江河那样一种 民族性 寻根性写作 历史性写作的 态势的那种诗人 也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写作 是一种本真的 面对都市 把自己看作都市的孩子 都市的产物 你无论怎么挣扎 你都没有办法 离开都市母体的 这样的一种存在向度 所以他们的写作 是非常的具有一种 比如说先锋性的 这种先锋 是他们站在了 历史的前排 虽然很多人 不再进行持续性的写作 或者过于城市的 这种写作呢 并不是说 留下了很多的 极为丰富的 那种文本 但是我觉得 他们的这种 城市文学史当中 是值得大书特殊的 这样的一笔 好 这是在八十年代 以他们为代表 以及城市人为代表 到九十年代 从九十年代 到世纪之交的风景 一个特点就是 随着城市人的 这种诗舍的兴起 包括一些 诗歌民间性的 这种发展的 这种日益的壮大 那一些诗人呢 他们笃行 城市诗 他们群落 定立的美学原则 就以源自民间的 现代主义追求 为起点 借助网络论坛 和艺术沙龙的形式 对城市文本 展开探索 像代表作 就是大量的艺术沙龙 和这个城市文学的 民间的诗歌团体出现了 像这个新城市 这个民刊 包括上海的 铁舞老师 他主编的 城市诗人 我写博士论文 那几年 铁舞老师经常给我寄 但最近好像 铁舞老师不给我寄了 不知道他这个 是不是还在做 我也打算最近 进一步的来 关注他们这个 城市诗人 包括这个城市诗群体的 这样一种创作 单纯以城市 作为一个写作的向度 写作的指规 这样的诗设 其实有不少 但确实呢 也不多 你跟我们谈的 现在动辄谈到的 什么底层啊 乡土啊 民间啊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性别啊 这种写作主题相比 它并不是很多啊 城市毕竟还是不是特别多的 这是一些带有特点的啊 这样的一些诗设 那么具有代表性的 一个时代的来临呢 我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90年代诗学 和80年代诗学 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就在于一种 不断的和意识形态写作 来进行斗争的写作 态势 那么开始被一种完全接受 或者是一种部分 完全接受 消费时代到来的 这种来临的 这样的写作态势所取代 就是80年代 人们可能还在思考 意识形态 龙大叙事 和个体化 私人化主题的 一种关系问题 那90年代呢 更多的诗人 已经接受 或者正在逐渐接受 消费时代的 一个文化的 文学的背景 那么90年代的诗歌 更多的就带有一种 消费主义的特征 我们几乎所有人 包括今天我们谈 未来诗学对吧 来谈到90年代的时候 就经常会引述 诗人欧阳江河的那句话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对我们这代 诗人的写作来说 1989就是80年代末 并非从头开始 但似乎比从头开始 还困难 一个主要的结果 是我们已经写出的 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 产生了一种 深刻的中断 这个深刻的中断呢 使一些诗人 进入到了历史的虚无感 和时间的焦虑感之中 欧阳江河本人的这首诗 傍晚穿过广场 我认为 这是可以上去的 可以来批评我 我个人认为 这是从80年代 转场进入90年代 城市诗 城市书写当中 具有标志意义的一首 当然 欧阳江河老师的意思 它的主要含义 不在于说 我要写一首城市诗 这不是它的一个本意 但是它却记载了一种 通过广场这个语项 它记载了一种 时代的转折 以往 过去年代的这个广场 从汽车的后视镜里面 消失了 我们越走越远 我们开着汽车 后视镜里面 有一个广场 越来越远 这个广场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种 与意识形态 与政治 与那样的一个 追求启蒙的 或者是追求 这种一种 那样一种革命化 话语声音的广场 相联系 那现在这个广场上的一个墙壁 以前是标语 口号 头像 现在是什么呢 反复粉刷的墙壁 被露出大腿的混血女郎 这对大腿 一种性别的暗示 混血的女郎 中外的文化 占据了一半 另一半是头发再生 假之安装之类的诱人广告 在商业文明当中 人的这种躯体 人的头发 都可以来进行 经过科学性的方式 来得以置换和补足 而这在一个过去的年代当中 是不可以想象的人的身体 我们对于性别的理解 我们对于中外的这种关系 包括商业文明 和意识形态文明的关系 在这里面已经发生了一种转换 所以这个墙壁的 被另一种东西所替代 所粉刷 实际上它是通过 城市广场这样的一个意象 它标明了诗歌的这种转场 也就是说 90年代诗歌当中经常有一些意象 城市意象 可以带有一种诗学 文学 或者是文化转场的意味 我以前就专门 也还用一篇不大 篇幅不是很长的文章 探讨过这个城市广场意象 它在这种文化转场当中 它所具有的一个含义 比如说下面这首 就经常被我提到 不是经常被别人 但是研究杨克老师的话 也会经常说到这首诗 成名作代表作之一 就是天河城广场 杨克自己说 在我的记忆里 广场从来是政治集会的地方 跟欧阳江河那个是一个意味 而现在呢 入热多雨的广州 经济植物被疯涨 这个曾经貌似庄严的广场 这个词 所命名的只不过是一间挺大的商厦 多层建筑9.6万平米 广场不再是政治广场 革命的广场 五四十七人们去 这个游行的那样的一个广场了 抗击那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暴政的军阀政府的那样的一个广场了 它现在是一个商业的文明的产地 在二楼的天茂商南方广场 一位女友送过我一件 有金属扣子的青年装 毛料挺阔 比西装更高贵 倘若 假若脖子再加一条围巾 就成了五四时候的革命青年 这是今天的广场 与过去和遥远北方的唯一联系 你可以看到这首诗 有很多人看到这首诗说看不懂 实际上这首诗 我觉得带有很强的一个消费时代的到来 消费时代对于城市意向的这种意义塑造 也发生了这种变化 广场的变化 其实代表着一种时代意义价值 曾经稳定的符号 不再稳定了 意义多元之后 一种新的意义随时而生 而无论是杨克还是欧阳江河 他并没有过多的表达 对这种意义从生意义从临的感觉 但是我们读到这里 读到诗歌 还是可以感受到诗人心中的一种那种不稳定感 或者对于未来的一种不可知的 这样一种感受 商业文明 对于我们的这种丰富本身 到底对于人性的发挥 或者对于我们那种 对于过去对于圣词的那种雕琢 究竟是好是坏 是注意还是组织 是需要我们去不断的来思考 来衡量的 总的来说呢 你看90年代这种话语当中 凸显的就是消费文化时代 对于城市诗歌的影响 在消费的主题下呢 我们可以 当然我不展开了 可以推荐大家关注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呢 就是城市文本当中啊 包括小说文本也是这样 人和物质欲望的关系 欲望是人有获得感 给你一些钱 给你一个你喜欢的笔记本电脑 你很高兴 对吧 但是物当然也对人是有所压抑的 是显而易见 人和物的关系 这个在诗歌当中 它是有一个发展的 小规模的发展脉络的 我不展开 第二个是身体 因为消费文化当中 身体在文学当中 也成为一个被消费的 或者可以视作被消费对象的 辅马 当然这种消费本身 你从性别理论角度 当然会有一些 对于女性的贬低 不尊重 或者说带一种 文化消费 文化快感的 那样一种不良的倾向 但是它也是 在城市时刻当中 使我们去关注的 这个身体的主题 消费文化身体主题 第三个主题是 在这样一个消费文化当中 人怎么成为人自己 那是我经常说的 第三个主题 就是孤独的主题 人们怎么通过一种 发现孤独 孤独是一道光 对吧 孤独是一座花园 怎么通过孤独 照亮了自我 说在人群当中 像白亚明所说的 在人群当中 通过凝视 通过漫游 标明了自己 和文化大众的距离 我和那些人不一样 我从人群当中 脱身而出 成为本亚明意味的 那种现代意义上的英雄 这种英雄是怎么 通过孤独这个情节 来建立起来的孤独者 在90年代的诗歌里面 包括今天诗歌当中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呈现的状态 这其实又是一个 可以去做小 做大的文章 你可以看一段文学 90年代 很多诗歌名字就是孤独 我孤独 或者是孤独的穿过 什么什么广场 对吧 欧阳家和那个 时刻是很孤独的状态 这个孤独者 他到底穿过的是什么 是时间 是历史 还是中国和西方 还是一个文化形态 到另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 还有多种解读的空间 这我不展开 但大家可以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 讨论 那么又再举最后的一个 这一部分的例子 就是因为消费文化的存在 也使很多都市人 在生活当中 就丧失了一种本体性 就像你看最后我说 皮科 埃尔在全球心里说 现代性的一个反讽之处 就是为人们服务的机械 到头来都变成了困腹人的监牢 那么像当地的北京地铁 他写到 在地铁中加速 新换的衣库 帮助我们深入角色 学会紧挨着陌生的人 保持恰当的镇定 石龙的北京地铁写到 我到了这一站 我剩下的那些站 是短暂的片段 是像迷茫的地点 八十年代的诗歌 我记得像 匡满 像 想不起来了 就是匡满这样的 绿员类似这样的老诗人 他们写地铁怎么写 也是同样题目 北京地铁 就是阿地铁 多少人等你等白了头 地铁和刚才那绿员 写那些汽车呀 丰田车呀 火箭牌摩托呀 是一个意思 速度代表一切 速度代表向未来的目标 改革开放 现代化的目标 但九十年代 同样是地铁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一维的生存线路 两点的线路 反映着现代城市人的精神 孤独和心理空间上的压抑 都市人的生存被压抑在两点之间 而整座城市呢 却被压抑在地下铁的坐标与坐标之间 那么怎么才能 摆脱这样的压抑呢 这其实有多种各样的方法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种孤独 自我寻求孤独 或者你干脆不坐地铁 那么选择一种其他的方式 摆脱速度的这种智库 都是一种现代人的解决之道 因此在世纪之交到今天的诗歌当中 人们就开始寻找一种 从个体性角度来寻找 人如何和城市相处 并寻求自洽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 21世纪诗歌 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诗歌 要城市书写 人们更多探讨的是 人和城市相处的一种理想模式 当然理想不见得非得是一种歌颂模式 城市特别好 人们都很幸福 他只要自洽就可以 我孤独 但是我能自洽就可以 那么很多诗人 用诗歌的方式抵抗 器物发达 对人性造成的压抑 注重理性想象的空间构筑 和思维的过程还原 这个情感源于城市 超越现实 这种理想模式的构建 主要从三个项度展开 我就不再出太多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三点是哪些 第一个要回归乡土 就是在都市当中 建构一个乡土 因为请看 吴斯敬先生就说过 说 从倒数第四汉 我说吧 我不念这么多了 他说城市化的进程 不仅催生了大量描写 城市生活的作品 而且还对写农村的诗歌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城市化的视野 所关照的 不仅是城市 同时也包括乡村 就在城市的 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当中呢 很多诗人通过建立一个 想象中的 这种乡村的方式 就是都市中的乡土的方式 来寻找精神的自下 这时的乡土 显然已经不再是 真实的乡土 有很多人 他根本没去过农村 他分不清这个 那种那种庄家的品类 甚至农作物和韭菜 你可能都分不清 但是呢 你依然会在城市当中 在水泥森林当中 想象一个乡土的存在 这种乡土 就是诗人把现实背景化 意想化之后 建立的审美期待 它只向人性的纯粹 生命的建树和审美的和谐 我没有去过农村 但依然可以借助 对于农村的这种想象 来弥合城市的这种物化 城市物化文明 对我心灵造成的一些伤害 如果有伤害的话 使我回归到一种平静 这是第一点 我就不展开了 各位 时间的关系 第二点 更有意思 这个大家可以写论文的 就抵制速度 心诗当中的速度感 于坚你看他写过一首诗 就是他害怕汽车 恨透了汽车 我不多说了 他说他自己是热爱步行的人 最后他想干什么呢 他不想成为人民公敌 他不想说我是一个仇恨汽车的诗人 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只有憋住呼吸 继续步行 用走路的方式 和这个城市建立关系 就是建立一种 所谓走路 他不是说真走路 于坚肯定还要开车 他说我要通过一种 建立个人速度的方式 和集体的这种速度 和主流的城市文化 保持一个恰适的距离 这样才能演辑 达到 本亚明所演辑的那种 从这些群当中 找到我自己 所以我经常会引用这首诗 包括谈到速度的 诗 这种书写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 评论家们经常举到 杨克老师的缓慢的感觉 我奔跑 因为大家都在奔跑 那么骤然停下 对吧 我喜欢缓慢的感觉 我听见有个声音在说 我多么欢愉 像一只被丢弃在路旁的跑鞋 他这种减速 退缩 突然停下的动作 就以缓慢的感觉 改变了城市速度 强加给我们身体的一种暴力 所以你看这个 就是这个城市诗歌 或城市文学当中 有一部分作家 他处理的是什么呢 处理的是人和时间的一种关系 速度是什么 速度本质代表的是时间 而时间本身带有一种私我的时间 就是心灵时间 还有一种公共的时间 很多公共时间本身 它的速度感 会使我们的心灵 产生一种压抑感 那么如何突破这种压抑 达到心灵自下 理智速度 就是其中的一种方略 最后寻求对话 很多世人今天已经不再 给城市是一种排斥的立场 他们主动的天生出生在城市 就接纳城市 作为现实必须要面对的物态风景 就缓解了那种对抗的意识 比如说代表性的文本 像赵立宏的《沧桑之城》 梁平的《重庆书》 不展开了 很长诗 都把城市看作是 他们的一种生存的母体 同时站在城市 把城市看作是一个人一样的 从城市传记的这种角度 来为城市的过往 今天 未来书写诗篇 这显然显示出 人和城交互缠绵 对话的一种姿态 这可能也是 日后城市书写当中 在寻求对话的维度上 建立人和城市一种良性的 这种关系的一种渠道吧 因为良性关系不见得 非要和城市一种正向的对话 你要是负向的 我不想 我拒绝城市 我建立一个城市中的孤独个体 你想能达到自洽 一个孤独的个体 在精神上足够的丰富 能给我们一种思想上的 那种锐化感 很锐利的感觉 是能够划伤我们 让我们看到自己流下的血 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这样的诗 也不视为都是好诗 他不见得说 一定要对话 你要是有意义的对抗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不是空喊口号式的 那种对抗 因为今天的诗歌 已经不再是一种 真言写作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一些 在这个加速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一些形象 一些意象 来表达我们眼中的城市 这是我的一个对于城市诗歌 城市书写脉络的一个基本的回顾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我念一下吧 作为新诗重要美学构成的城市文本 与新诗的演进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这种经验脉络 在现代派九页派那里 得到第一次的密集呈现 那么他们的文本数量呢 虽然比较少 却以其深厚的哲理内涵 为都市诗的暂时告别 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这是第一个高潮 从现代到九页 第二个高潮呢 是今时期以来 蒙农师所承担的启蒙主题 可以通过诗人演绎 城市梦的方式化梦为真 而后蒙农师人 对城市繁华声色 既投合又暧昧的复杂心态 能在他们对于日常性 城市生活的拆解与重构中 逆得踪迹 因此总结就是 新诗始终没有忽视 城市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文本资源 它在器物层 人性层 这种诗学处理 像一开始我们所说的 既是中国文化 现代性进程的文本转域 同时参与构成了新诗 特别是现代主义 中国诗歌的象征体系 和情感主题 所以总结的话呢 最后我们用 谢缅先生的一句话 作为我这次汇报的 一个结尾 谢缅先生说 没有城市的进入 中国诗将找不到 通往和到达 现代性的目标 我们沿着谢缅先生这句话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 加深对于诗与城市 关系的思考 然后也希望有机会 我们继续和大家 来探讨这个话题 谢谢各位同学 老师 裴好兄 我的回报到此结束 好的 非常感谢 卢真教授呢 带来的这个 威威到来 同时呢 又非常的流畅的 可以说 酣畅淋漓的 这样一个 讲座 知识密度呢 也非常的 呃 大 那我想这个讲座呢 它的 它的特点也很 大家 一定是收益匪浅 它特点呢 也很明显 首先呢 就是 呃 要在一个百年的跨度 跟视野当中呢 来谈论 这个 命题 其实 很不容易 因为呢 我们知道说 呃 城市 就是说 城市文化与中国新诗 这个题目呢 很大 这个很大的题目呢 可能 在讲的时候呢 有一些 呃 讲述者 可能就会 呃 以小来见大 可能他选取的一个 是一个 相对来讲的 比较集中的一个段落 但是呢 卢真教授呢 他是 逐个年代 从新诗发生起 到我们当代的 这个九十年代 新世纪 这样的一些 城市 诗歌 那么 全部呢 都难过其中 这个是非常难的 这个就是说 如果 要这样做的话呢 意味着说 这个讲授者 他必须 对这方面呢 就是说 做了长期的 当然也是 卢真老师呢 也是说 以他的博士论文 这样的 为支撑 那 长期关注 而才可能有 这样一种 百年跨度 跟视野的 一种 一种讲述 所以这是 呃 这个讲座 可以 非常大的一个难度 也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说 就是 卢真老师呢 他 呃 除了在 讲的 这样一个语调啊 这个确实 威威道 来 非常的舒服 如木春风之外 我觉得 这个讲座 对我们大家 写论文呢 其实是 很有启发的 就是 卢真老师呢 也很有意识的 呃 有意无意的 在点播大家 就是 把他自己 写论文 过程当中的 从 呃 就是写作的过程当中 从困惑到清晰当中的一些 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去界定城市诗歌 我们拿到一个论题 拿到一个对象 的时候呢 这个概念 怎么去 凝定 那么 城市诗歌 究竟是 书写城市的诗歌 还是说 在城市里写的诗 或者说 具有城市 呃 风格的这种诗 那么这里边呢 就会涉及到 说 一些概念的一种互相 或者说互相指涉 比如说 这里边城市诗歌呢 它会跟 这种工业诗歌 呃 或者说 同样的 我们会看到 所谓的乡图写作 它在一定 特定的时代当中呢 会跟农村 农业题材写作 这样 形成一种 互相转育的这种关系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对我们同学 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 我们在做 研究的时候呢 有时候这个概念 是这样定下 但是呢 它可能是 需要 它有一些 概念的组合 它 组成了一个概念的 一个新层 那么 在这个新层当中呢 我们 才来形成一个 呃 对于实质问题的 一个理解 所以呢 我就是说 这也是对我们同学的 一个 激发 另外一个 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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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非常 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提醒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同学 在写论文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去打开思路 可能只能就作品谈作品 就现象谈现象 所以他的深度不够 那么就是说路征老师这个讲座 其实也在启发大家 就怎么样通过文本 通过书写这样的一些细节 然后深入到背后的观念 话语思想资源种种的一种辨认 以及在不同的时代当中 这种话语的错动 这个我就说是 我今天聆听路征老师这个讲座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些启发 一些印象 也跟那个夜收获 也跟同学呢 一点分享 那做一点小节 那同时呢 就是我们留一点时间 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呢 提出问题 那个路征老师呢 会选择 两三个问题 对大家做出回应 做出回应 那大家可能 现在可以准备一下 我再多聊几句 就是我就说 路征教授这个研究呢 是从博士期间开始 那其实我就说 可能以后呢 路征老师呢 还会有进一步的 就这个话题 可能会有很多新的 那个衍生 比如说他 就是今天我们刚刚看到 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边呢 发了一个文章 是谈这种城市文学 跟现代化的叙事 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么当然不限于诗歌 那这里边就 会引申出城市文学 跟那个现代化叙事 这样一个新的角度 那同时呢 我就说像城市文化与新诗 我觉得说 城市文化与新诗 也很有意思 大家各位同学 如果有意思的话 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他的视野 放得更大的话呢 那比如说像城市文化 是非常的不同的 就是说 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城市 但是古典的城市 跟我们现代的城市呢 恐怕就非常的不一样 它所拥有的城市文化 也非常的不一样 而即使是我们 20世纪以降的 这种城市文化 所以我们笼统地 把它称之为 现代的城市 它的城市文化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像天津 就是南开大学所在的 这样一个城市 那么它跟北京啊 上海啊 广州啊 这些呢 属于这种有根的城市 就是说它是有 非常浓厚的文化基点的 这种城市 转化而来的一种 现代之城 跟深圳 这样的一种 就是没有根的 它实际上呢 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 一种移民城市 它的城市文化 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那还有比如说 像有一些城市呢 它是完全是一种 工业化的城市 那这种工业之城 在东北 北方是比较多的 这种工业之城 那它的城市文化 跟像南方的 比如说像那个 潮州或者说 这样的一些古城 那么它的城市文化 也非常的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把它更拓展到 就是说整个世界范围当中 那不同的城市 大城市 小城市 这些不同的城市 它有不同的城市文化 这些不同的城市文化 怎么样滋养文学 就是我们探讨 文化跟文学之间的关系 可能跟结底是探讨 说文化怎么样 滋养了文学 或者说它怎么样孕育了文学 而文学的结果呢 又怎么样塑造一种新的文化 一种新的 更理想形态的一种文明 所以我就说 这个话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就是陆征老师带来的这个问题 我相信就是说今天呢 主要是陆征老师 还其实一定也没有分享完 他所有的思考 以后后面呢 还有更多 就是说有时间 有那个也 我们也欢迎陆征老师呢 再到学校 或者线上各种形式吧 来给我们传经送保 那我看到同学呢 已经提出问题了 那个罗伸兄 那个对话放 对话放的那个问题 我看到 我看到有 选择要做一点回应 好的 我看到有这个 我看到几位同学的 可能是同学或者老师啊 包括燕大的吴凡 这个朋友 包括张倩 陈荣 我就逐一说一下吧 又不做拣选了 我就按顺序来说 陈荣同学说的是 就是现在城市文化呢 如何对诗歌文体的 内部特征产生了影响 如何来孕育这种 诗歌的这种艺术形式 我觉得可以分成这么几方面 你比如说在 现代诗歌当中 那么城市首先 它贡献了很多 城市贡献了很多意象 对吧 以意象作为 现代经验的一种意义载体 包括在这种节奏上 很多诗人 他就包括郭沫若 用那种未来主义的这种美学 也包括像 包括像像像新月诗 像朱湘 也经常用诗歌的那种节奏 来复现城市的那种 现代人生活的节奏 它会很迅速的 很快的这种意象 意象叠加的这种特点 效果来营造一个都市人 这种非常都市 非常无杂 纷乱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可以用语言节奏 来描写 复现城市的这种 速度感和节奏感 再有就是在这个 诗歌的这种分行上 通过诗行的变化 它可以建构一个 空间化的这种 这种这种形式的布局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孙大宇 孙大宇写那个美国的那些 诗歌像自己的写照等等 那就是它那个整个那个 文本是非常整齿的 跟豆腐块一样的 刷就下来了 那么但实际上 它在这样一个整齿的 文本内部 所隐含的是一个 现代都市人 非常混乱的情感 它为什么把混乱的情感 用一个豆腐块式的 这样的一个长条 给它纳入其中呢 因为这个豆腐块 一样的长条 本身这个形式 就代表了它对于都市 一个大厦般的 这样一种理解 那么人在大厦当中生活 人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没有办法 溢出这个大厦 也就是这个长方形的 诗行的范畴 比如它可以通过 诗行的方式 可以和城市建构 这样的一种互动 包括到了当代 比如说那种荒诞的 那种语感 这种荒诞的意识 和与生活同步的那种 就是民间诗人的语感 包括我们现在说 第三代诗是从意向 到诗态化 这是我导师 罗生亚教授的一个论点 第三代诗开始 中国诗歌从词意向 到剧意向 就是诗态化的意向 开始出现 而这个诗态本身 很多都指的是 城市当中发生的 这种非常快速 从人的心灵当中 一想而过的这些小事 在人的内心深处 产生的这种涟漪 或者是激荡 因此他从这种节奏上 从这种诗意展开上 都是对新诗的形式 产生了影响 但这个问题 其实是好问题 他问的很大 总回答的还是比较的 粗陋和简单 可以继续再探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吴凡也许是老师 也许是同学 他问到新的 近年城市书写的 一些新的面向 和新的可能 我觉得就很多世人 开始主动的 和这种世界文学中的 城市书写 来进行一种跨界交流 甚至是联姻再造 同时要注意到一点 现在是一种跨媒界 多媒体的时代 城市书写 它也不简单 是一种纸媒的这种书写 更多的像与城市相关的 那种城市的那种传播 城市的其他的媒介 是在不断的来延展 那么跨媒界这种书写 可能也是他向未来 走向未来的 一个重要的特征 它不再是一个 纸媒的城市书写了 第三个问题 是张倩同学问的 说在城乡一体化政策的 现代中国语境当中 乡土是否已经 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或者是地缘性的乡土 失语了吗 或者是以某种形态存在 是否对现代性背景下的 乡土诗流遍 做一种梳理 对以乡土诗为代表的 乡土文学 做梳理这样的文章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 如果同学们上 织网去搜的话 会发现有相对应的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都是有的 包括乡土诗 也更多的时候 是被涵盖在 这个乡土文学的 这样一个事与当中 但更多情况下 更多的表现当中 还是乡土文学 还是以乡土小说的 面貌来出现的 谈到乡土诗 我们更多的 把它看作是 带有乡土生活背景的 诗人 直接写乡土的这种诗歌 这个乡土 往往带有 非常强的一种 现实体验性 就是我 写的就是我眼前 这块土地 这块具体的麦田 而这种 你说的都市中的乡土 我们今天 更把它看作是 都市中的一种 因为它是一种 都市中的乡土诗 其实是一种 出于反驳都市经验 而想象出来的 一种乡土 而这种文化相同 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 理想中的都市 不知道我解释 清楚不清楚 就是都市 有多么的不堪 那么想象出来的 那个反都市的乡土 就有多么的理想 它其实是一种 想象的 理想化的 都市的形态 还有这个 诗人朋友 电灵霄 他提出的问题是 现代城市空间 能产生什么样的 主体性的诗人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那种 游荡者 转换成从观察者 到经历者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 有点宏大 我没有办法 一时来说清楚 或者解释清楚 因为像漫游者 就是闲逛者 游荡者 这个词 在中国诗歌当中 它本身就有一个 中国人怎么来 解释这个词 怎么来转化 我们又不是 巴黎那种 资本主义的那种 那样一种环境 对吧 这个语境是不同的 我们只能产生一种 相似类型的这种观察者 但无论是经历者 还是经历者也好 还是观察者也罢 我们最终所期待的 是能够作为诗人写作 是能够从这种 普遍性的感受当中 建构出一些 属于自己的视角 告别那种 人云亦云式的写作 而建构出 用自己的心灵 来读解世界的一种语言 这个语言当然就是诗歌 所以我觉得还是 无论是布达赖尔也好 还说中国的布达赖尔也罢 那么哪怕采用什么什么者 最终的目标 还是找到一种自己和人群 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 来进行观察的这种角度 这样的角度有很多 对吧 通过风景啊 我现在也做旅行啊 或者都市中的乡土啊 都是一种 这种超越般的想象的可能 我再看这个 许在家同学 感谢在家同学 在家同学一向为这个 现代海事中心 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 就是裴昊教授 带领的团队当中 每次都是和在家同学来联系 你的这个问题比较长 我看一下啊 就是 意象总结为事态化 那么从三十年代的 现代诗人到四十年代 九夜诗人到 新世纪初的诗人当中 是否存在着 城市书写的意象 是否存在着由物态化 意志化到事态化的 这种演变 我觉得这种演变 到第三代诗为止 还是比较的清晰的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这种 说是一个这种 一二三 按时间线索的发展规律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 同时来贯穿的过程 因为物态化的这种痴迷 和自我意识的发现 并不是一种矛盾 那么在郭沫若那里 他也在寻找一种自我意识 对吧 个体的天狗般的 凤凰涅槃般的 那种动的精神 和这种机械的 未来主义所带给他的速度感 它是一个并驾齐驱的 对吧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 从现代到当代 再到今天的 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 那么城市书写 是从对抗演变到对话吗 这个从对抗演变到对话 其实是杨庆祥 杨庆祥雄他谈这个新世纪诗歌的特点 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观念 就是对话性的这个诗学 进入到一个心伤痕的时代 对你了解他的诗歌 它是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方式 但我整体上感觉 就无论是对抗 还是对话 那种极端的 但有一种二元对立 倾向色彩的 这样的一种语态 甚至是诗歌中的语感 日渐示威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观念 也就是我们如果换成饮料来说的话 这种特别咸 特别辣 特别甜的东西 不见了 我们喝到的是一种 最有综合口感 有一点点酸味 甜味 可能还有一点苦味的 综合性的这样的一种 饮料 在诗歌当中就是文本 那么这种对话本身 我觉得没有削弱 城市书写内在的张力 因为每一种味道 本身它代表着一种角色 也可以是自我分裂成的角色 或者是我自己 就和城市中的不同的个体 甚至是跨时代的 跨越空间的 西方国家的那些个体之间的这种 这种对话 那么诗歌的内在张力 和它的复杂性 和它的这种像 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反而有可能会得到增强 当然前提是这种对话 必须是一种有意义的对话 而不是一种 话语碎片的陈列和展览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这种 展览的时代了 因为以前人们 像我记得叶胜桃 因为我最近看叶胜桃 看比较多 叶胜桃说 我记得他评价李金发的诗 就评价这个早期宪政派诗人 和他们诗写的并不见得多好 我们今天文学诗 给李金发还是比较高的一个评价 对吧 中国的早期的伯德莱尔 那种评价 为什么不好呢 就因为它是一种展现的碎片 它好像每一种碎片 代表了一种声音 但这些声音 没有一个内在的线 把它串联起来 对吧 或者它的对话场域 没有建立 那么 那么叶胜桃先生 对于李金发 他们的这样一种不满意 那么放到今天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建构 这种对话的话 那么要保证这种 对话的这种有效性 或者对话 你要给他建构 一个核心的话题感 这个话题 当然可能是某一种思想 某一种观念 或者某一种意识形态 这个根据我们的这种写作 或者我们的阅读去品位去体悟吧 这是我粗略的一些感想 跟各位同学 诗人朋友来进行分享 好了 裴靠雄没开麦克风 一点点了两下吧 那个 对 关个房子给关掉 那个 非常感谢卢登老师 今天晚上从八点到现在 一晃两个小时 大家呢 也充分地感受到 他讲座的这种 亲和 还有亲和力 还有他讲座的 这样一种知识密度 还有思辨性 我相信呢 大家一定呢 是意有为敬 那希望呢 下次呢 还有机会 再请那个 卢登老师呢 到师大 来给同学呢 讲座 但很快下一次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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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十天吧 对 下周 对 到那个 福州来 不过那一次呢 我们不是讲座 是一个论坛 那我们的研究生啊 可以到时候呢 可以 可以来 听会 呃 其他的朋友呢 可能就 就没有办法 我们得 以后再找机会 当然大家要那个 领略 卢登兄的这种风采 可以去读他的书 他的文章 那 也很容易找到 就流传很广 所以呢 就是 可以 就是大家 请大家呢 继续关注 卢登兄的文章 也关注我们 现在还是研究 中心的一系列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 就是活动到此 就是 结束 我们再次感谢 卢登老师 也感谢各位参与的 同学 跟朋友 好 卢登兄 我们下次再 下次再会 好的 感谢裴浩教授 感谢师大的 各位朋友 感谢汉学 汉石研究中心 期待再会 好的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晚安 好 晚安